原主人他有一個 他好像有精神方面的問題 看他的尾巴也是被 聽說是被那個原主人剁掉 其他隻都 據說是被淹死了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說是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爸爸 來跟我們說故事 那這位爸爸的領養哲學 非常有趣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Shane 然後這是我養了 領養的三隻狗狗 他是第一隻帶回來的 然後他是六歲 他叫黃小虎 然後第二隻呢 是這隻黑色的 他叫做黃布骨 他是五歲 然後再來第三隻是這隻叫 黃豆福 福氣的福 是四歲 那時候領養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像剛才Vivian所講的 就是 就是要領養的話 就是最挑最難領養的狗狗回來 這樣 大家應該也是第一次聽過 有人這樣講這種 就是這個哲學吧 因為我其實在找爸爸的IG的時候 看到我第一個吸引到就是 爸爸打在個人介紹上面的那句話 才令我留下來去翻他們三個小寶貝的照片 然後我也是看完才發現說 爸爸其中兩隻就領養了虎斑 爸爸可以稍微跟我們介紹一下說 三隻狗狗當時領養的狀況嗎 從第一隻 第一隻的話 其實因為我的原生家庭裡面 從小到大其實都有狗狗的陪伴 所以其實我對養狗這件事情就 不會覺得說我自己出來的生活就好像一定要養一隻狗狗 因為家裡就有狗狗了嘛 對然後因為我知道狗狗照顧其實你要花很多責任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那時候的另外一半 我們一起看了一部電影叫做 當貓咪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他看完的時候就有一個想法就是 他想要養寵物 對那他那時候選的就是養狗 因為他是狗派 對他是狗派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其實養狗要負很多責任 那你就先把所有的責任都先把它查好 把它記錄下來 用一本筆記本把它記錄下來 對然後我看完之後 那我們再去看我們要養那一隻狗狗 對所以那時候他做完這些功課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就到張媽媽 就是在建國畫室那邊的一個領養的會場 對然後去帶回來 那第一隻帶回來的就是黃小虎 他是狗斑狗狗 然後那時候在現場真的會很緊張 就是會很怕說 我看上哪隻狗狗然後被人家帶走 我就拍了照片 就給我的收益朋友看 那收益朋友那時候就說 那你就挑狗斑啊 因為反正狗斑呢 其實好像就是蠻不容易送出去的 對所以那時候第一隻就挑了狗斑 第二隻狗狗的話就是 我們過了一年 覺得差不多可以負擔第二隻狗了 我們就一樣再到張媽媽 養養會場去看 有沒有哪一隻狗狗是 就可能會在這邊待上一陣子的 對那時候看上其實是 不是不是這三隻 其實那時候看上是一隻就是蠻 內向害羞的狗狗 所以其實當時在養養 第二隻也是承襲一樣 第一隻的那個想法就是覺得說 那就找一個很難送養出去 對我那時候到了那個 堅果花室 在看那些狗狗的時候就 就看到那隻狗狗 他就躺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 一點活力都沒有 他就躺在那個地方 然後是一個小女生 對差不多大概可能已經 半年了 然後問了那個志工 他在那裡半年了 對他至少已經有大概六個月以上了 可能已經快滿一歲 那時候就問了志工 志工是說他就是 就是曾經有被退養過的經驗 好像是一次還兩次 對所以他這個過程當中 就會讓他覺得更沒有自信 所以他就是 就永遠就是躲在那個地方 然後也不會出來跟路人有互動 因為對他們來講 其實就算是被遺棄第二次了 對他們就是會 蠻難過的 然後那時候我也有 其實跟他有互動啊 然後抱一抱 但是我不會當下就決定要 要領養 所以我都會回去想很久 結果後來我決定 欸他OK 然後我就要去看他的時候 把他帶回來的時候 問志工 一問志工 志工就說他 下午已經有人決定要把他帶走了 啊好可惜喔 對然後那時候是 就是剛好 就是遇到了第二隻黃布谷 那黃布谷他那時候就是躺在旁邊 然後 他已經很習慣人群 他躺在旁邊 然後有時候還會就是一直大叫 忘忘忘忘忘忘 後來問了之後才知道說 他其實在這個會場已經 大概超過半年 所以就是等於是 他在那個地方也待了很久 然後又是一樣 我就問了他的細節 他就說 他在那邊也是一樣有被退養過的經驗 那他被退養是因為 他在這邊 啊不 他被退養是因為他呢就是 小時候他這邊的花色真的是太特別了 頭這邊 對太特別那可能是 如果也不知道原因啦 那 他們覺得 就太醜了 對 他在 他的張媽媽其實也有個小名 有個綽號叫做 阿拜 阿拜 對阿拜 對 他的小名叫阿拜 所以有時候加阿拜來幫他 他才會有反應 對 然後他也是有被退養的 他怎麼很可愛啊 但是他的個性就是比較大啦啦 就覺得喔好沒差 後來就 第二次就看上他 然後我們就把他帶回來 然後 中間還發生一個差距 我們去帶他的時候呢 大概有一個月 有一個月啦 然後過了一個多月之後 去把他帶回來 再到現場的時候 看到我原本看到那隻狗狗 他也在現場 喔他又回去了 對他不是已經被送出去了嗎 然後後來問志工才知道說 喔他其實好像就是 因為他的個性的關係 所以他 就是 帶回去都會躲在角落 爸爸又陷入了一個 兩男的 那時候沒有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 我現在只能夠負擔兩隻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雖然很想把他帶回去啦 可是就是真的 能力上沒辦法 最後呢還是選擇了 我們的第二隻狗狗 對選擇第二隻 因為那時候 我就覺得心中 已經有跟他有個約定了 所以對 然後就帶他回來 然後那隻狗狗呢 就是帶在張媽媽的園區 那張媽媽是說 他應該就是 會在那邊 然後不會再 不會再帶出來送養 因為 可能他的個性的關係 那爸爸在養第三隻的時候 沒有想說要回去找他嗎 第三隻也是 碰到他們的過程 其實就是人生當中 就是一連串 沒有預設好 我一定要養第三隻狗 這一隻狗狗的話 他是 就是受虐犬 然後是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做社工 然後他介入的那個案子裡面呢 就是 那個主人 原主人他有一個 他好像有精神方面的問題 然後就是在那個 比較鄉下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是也養了很多狗 但沒有那種 結紮的一個觀念 對 所以就生了很多隻 然後他呢 就是那一胎當中 剩下的唯一一隻 是指 其他 就是其他隻都 據說是被淹死了 所以他的其他兄弟姐妹就 已經 遭遇不幸了 然後像看他的尾巴也是被 聽說是被那個原主人剁掉 哦 對 而且他那時候真的很小 他那時候好像才兩個月吧 我看那個 我朋友的照片 然後他就趕快把他帶出來 他帶出來的當下那個照片是 眼睛都是血絲這樣 就是很明顯就是有被打過的痕跡 你朋友也是很勇敢耶 他都這樣欺負這些狗狗了 他不怕也會遭遇 因為他 他自己其實也有養兩隻米克斯 所以就是他就覺得 我一定要把他救出來 所以他就把他帶出來了 那因為我覺得就是 有受虐過經驗的狗狗 他們就是在心理上 就會有一些 就覺得因應 對他們就是 你要花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耐心區域 陪伴他們 去跟他相處 他可能你帶回去呢 他不會一開始就接納你 他可能會躲在那個角落 或是桌子底下 很多人都在這個階段 就會放棄 對 因為可能沒有 跟狗狗相處過的經驗 我覺得可以 多多跟狗狗相處啦 所以一剛開始 他其實很怕男生 很怕男生 對 人類的男生 對 人類的男生 他 可以想想得出來 就是他那時候 的第一 原生家庭的主人是 就是對他 他施暴毆打的是男生 對 所以他就比較能夠接受女性 但是他看到男生 你就是會有一點 以前的 可能想法就會出現 然後不會靠近 但他現在其實也OK 他現在有時候 遛狗遛到一半 然後看到路上有 路人 男生女生 然後要摩他 他有時候會自己主動上前 哦 那進步很多了 對 他說 那他會不會對於 太高的人會有點恐懼 嗯 好像不會 就是不會 對 然後 這是第三隻 但因為我現在的上限 就是三隻 那剛才講的那一隻 他現在就是還是在 張媽媽園區裡面 對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張媽媽的狗園區 對 把他們帶回家 那那一隻也有個故事 那一隻他其實跟我們的第二隻 聽說他們在園區裡面是好姐妹 哦 是哦 就不是同胎的姐妹 但是是會玩在一起的 就是那一隻很內向的 我的 就是 一直心中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帶他們 然後 上山去看張媽媽 然後跟那一隻狗狗 再見面一次 對再見面一次 對 但最近就是 因為三隻行動上 是真的有點困難 你的故事裡面有提到說 你為了他們做了很多DIY的事情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 因為成本上的考量 然後那時候就做尿盆 狗狗的尿盆 對 尿盆 還有防潮箱 狗狗也需要防潮箱 就是他的飼料的防潮箱 防潮箱要怎麼DIY 防潮箱的話就是去那個什麼 五金材料行小北 買那個塑膠桶 就是他有很多各式各樣 然後上面有蓋子可以扣起來的那一種 然後觀察一下他的結構 那有一些呢其實是可以貼那個 泡棉膠條 可以讓他至少裡面跟外面的空氣 是隔絕開來的 然後尿盆的話是拿那種就是 我們家裡衣櫃那種塑膠 一個很大 然後下面有四顆輪子 六顆輪子 就是裝在衣櫃裡面那一種 的上面那個蓋子 然後就把它反過來 然後再拿那種就是 我們有時候會放在陽台 或是浴室的那種腳踏墊 就是他會呈現網格狀的 那我就把它 全都拼在一起 然後裁接成那個蓋子的樣子 就放在上面 那這樣就是一個尿盆 那爸爸有否親自自己縫過沙發 喔有有 沙發就是縫了好幾遍 就是每個氏族都一定要學會一項技能 就是親自縫沙發 對然後那個沙發呢 就是拿一個最粗的 針在拿那個老虎錢 然後要把針拗成 要這樣拉出來 對要在那邊縫 因為太太硬了 對所以就是我的沙發 當初還蠻好看的 就是還就是 被你補的蠻好看的嗎 混搭了一些 穿不到的牛仔褲 對 但他現在已經要退休了 你說沙發嗎 對因為他現在已經整個 因為沙發這兩個 那集中有一個已經消失了 消失你說已經被他們 就挖成一個洞 然後他都會睡在裡面 所以我想要讓爸爸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 領養這件事情是很多人 目前還是過不了那個門檻 因為有些人就是會有一些疑慮 會覺得說領養的狗狗不健康 不漂亮 然後或者是不是幼犬 就是覺得說那我就是一定要用買的 雖然不是想跟大家說 怎麼樣才是對的 那爸爸可以稍微跟觀眾去分享一下說 領養狗狗給你帶來的就是快樂 或是他們的好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生命其實都是一樣的 會關注到米克斯這個議題的話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狗狗 真的他真的都在等一個家 其實也有很多 真的花很多時間附輸的志工 真的就是讓我沒辦法想像 就是像我知道 新屋收容所就是有志工 帶著相機去把最新進來的狗狗 把它拍下來然後 傳上一個粉絲專頁 就是讓民眾可以去看 如果你真的一定非挑小隻的狗狗來照顧的話 那其實全台灣各地我相信 一定都可以找到你喜歡的幼犬 如果想要養就是米克斯的幼犬的話 大家請一定一定也要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基本上米克斯的幼犬 就是一個驚喜包 我是覺得外觀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他陪伴你的這段過程 還有你愛他的那顆心 這也是說是 是一個講人寵故事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